刘培元的英文教室一字多语第15集 我们看五个单字 第一个是Picture 我们一般是照片 最常见的用法照片 然后Academic 最常用的它是学院的 Apron 它是围裙 这个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但常用 Box是盒子没问题 然后Cave是洞穴 可是我们谈一次多语呢 就是谈单字它常常会有不同的意思 可是它会出现 它除了最常用的意思以外 它的可能有第二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它也会常出现 那这些会造成我们在阅读上的一些困难 譬如说Picture 除了照片以外它也是情势 好那我们看英文意思 Picture是照片呢 它怎么会是一个态势 一个情势呢 它是Situation 或Set 或Second Stances 它是一个情势的 它是一个Situation 是一种状况 是一种情势 或者是一组的 一连串的 一些情况 所以它是一个情势 那我们看看用例句来看比较清楚一点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Shutri The Pi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ibals 这总统呢 因为总统是大写 那你说总统不是大写 它又有小写 对 比如说那个学校的校长 小写就是一般 因为校长很多嘛 或者是总裁啦 总裁很多 那这种就用小写 那总统呢 通常一个国家只有一个 它是大写 那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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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rib 就是看穿了 看得很清楚 这个国际的Triple是纠纷 国际纠纷 它看得很清楚 它看得很清楚 很了解 因为它情报很多 动若关火 总统 看得很清楚 很大错字 总统 那Economic 它一般是学院的 可是它另外有个意思 叫通识教育 那通识教育是以文科为主 当然 当然数理 就是文理啦 主要是以文科为主 当然 数学啦 那些 就是 比较简单的 一般的通识教育 是这样子 以文科为主的 它的定义就是 The Liberal Arts 通识教育 或者一般有人翻成博雅教育 通识教育 它不只是学院的 也是通识教育 那通常是大一啊 一年就学一些 以文科为主 还有以简单的 简单的数学等等 History is one of the academic subjects 历史是文科 这边我们当然 应该是讲成通识教育 但是以文科为主的学科之一 那Appleum 一般我们讲那个 妈妈啦 妇女 她那个做饭的时候呢 或整理家居的时候 她穿的那个 穿戴的那个 皮的那个 围起来的围裙 围裙 那我们看她意思 但是呢 她也是亭基瓶 你看围裙跟亭基瓶差很多 那我们看亭基瓶它的 它的定义 Apave 就是铺上的 或者一个hard pack 或者是一个pack 也是堆积起来 做起来的 用硬的东西做起来的 一个区域 当然你说 停机坪 那它一定是 它是那个铺设起来的 一个区域 Apave Apave就是连接 连接 连接 连接一个 机场 机场的建筑物 还有 停机坪 这叫 那个 停机库 机棚 我们叫机棚 就是这整个区域 然后呢 飞机呢 可以 park park 又是一只多余 它就不是公园 我们说停车 停车 那这边 当然也是停机 反正就是交通工具停下来 或者loaded 或者要准备装载 如果军事的话 就要准备装武器了 或者是货机 要准备装东西 或者差不多 比如说 Apave or a hard pack area a building and airfields and buildings and hangers or a plane or a park loaded or the like 它整个就是停机坪 当然我们中英文对照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翻成这个停机 飞机停的 反正就是那个区域 所以停机坪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看它的例句 an advanced Apache helicopter just landed on a military apron 一架先进的Apache 武装直升机停在军用的停机坪 所以它就是 它这个停机坪附近有那个 机场的一些建筑物 还有机库等等 就连接它的 在停机坪 那Box 一般是讲盒子 可是呢 盒子是名词 它也可以变动词 变成打耳光 Head on the ears Head with the hand 当然英文有时候 会写的更清楚一点 它除了是 Head on the ears 它也不是 打耳朵 就打耳光 打耳光 或者是掌国 就是 也许不一定是 就是用手 Head with the hand 用手去打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中文是写打耳光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写个掌国 掌国的意思 就是用手掌去打一个什么东西 那我们看例句 它主要是 大部分是指 那个 达耳光的意思 The teacher said That he would box us If we didn't pass the exam 老师说 如果我们考试 成绩不及格 叫达耳光 当然主要是指小学 幼稚园等等的 也是掌国的意思 当然 他这个英文 他一直多译 他不一定是只有 第二个意思 他可能还有别的意思 像box 他也是打拳击 我们说boxing boxing 英国人念boxing 美国人念boxing 也是打拳击 也是打拳击 不念成error 我们就照美国念era During the previous recession era My uncle's company Cave in completely 那Cave in就是 就变成 变成那个片语 Cave in 就变成 垮台 倒闭 所以失败 他不一定 先前的萧条期当中呢 我叔叔的公司彻底垮了 所以当然 公司也可以 公司 公司倒了 或者是政权垮了 都可以 所以例句只是 做例子 并不是一定 就只能是那个意思 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念一次 这个 我们就看他的例句 我们就看他的 意思多语的 别的意思 picture 是情识 The president shot through the pi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iples academic 也是通识教育 以文科为主的 通识教育的 History is one of the academic subjects apron 它是停机坪 不只是围裙 也停机坪 an advanced apache helicopter just landed on the military apron box 打耳光 不只是盒子 是打耳光 The teacher said that he would box us if we didn't pass exam a cave 除了是洞穴以外 也是失败 during the previous recession era my uncle's company came in completely 所以我们就是学了五个单子 每一集学五个单子 他有什么 别的意思 那我们也矫正一下他的发音 所以这个是 短音的带耳的picture 不要念成picture 他是短一点的picture picture 然后 president是卷色卷一半 president president 那一般 这次很常念 那念到不卷色president 或者president 都不对 念一半 卷音卷一半 president 所以这个international 这个很特殊 比如说 像这个 他是念那个大卷是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或者是国家的national 可是他念国家 n-a-t-i-o-n 他又完全不卷色 又nation 所以这个是很特殊 我们再念一次 国际的是international 或者国家的是national 可是国家 他就是nation 所以这个 他的差距就比较大一点 比较特殊 很多人会搞错 这个很硬的东西 一般人也念的不标准 可能hard hard 它是非常卷色的 hard hard 那飞机就完全不卷色 plane plane 完全不卷色 plane 公园也是大卷色 park 最卷色的 因为他加一个r 本身就是r 如果他不卷色 就是park park 因为他后面加一个r 就是最卷色 就是park 这loaded 完全不卷色 loaded loaded 这个降落呢 或者土地 也是大卷色 land landed landed 土地 landed 大卷色 这也是 这也是短音带额的 hit hit 很多人可能念成heed i hit you i hit you hit 所以这种音就是 美国比较特殊的音hit 那手呢也是大卷色 hand hand 不要念成不卷色 hind hind 它是念hand 这也是大卷色 pass pass 也大卷色 exam 那这完全不卷色 keep 洞穴就完全不卷色 cave fail也是不卷色 fail 这两个都一样 cave 跟fail 那这个当然一般 传统是念era 但现在很多老外就念成 era 所以这一集讲到这里 我们就是了解五个英文字 简单的英文字 它的一些其他的意思 也是 也算常用 那大家麻烦欢迎订阅 分享留言 好 这一集讲到这里